可以這樣嗎 對 因為它水不能一下下太多 因為你一下下太多 它整個就會浮掉 它就沒有辦法打到 它的Q鏡會就打不出來了 一邊跟我們解釋者 一邊仔細地觀察麵團的狀況 這關乎著湯圓的外皮口感 就算回家接手已經七年多 洪慈青仍然戰戰兢兢 不敢大意 肩上背負著傳承的重任 洪慈青一步一步 遵照著上一代傳下來的方法 看似簡單的包餡 其實也常有訣竅 剛開始學的時候包不起來 因為我們這個粉是純糯米粉 它沒有餐麵粉或幹嘛 所以比起一般外面的湯圓 它的粉算軟的 所以如果你動作握太久的時候 它就會包不起來 它就會整個攤掉 做湯圓比速度比時間 還需要耐力 講究純手工製作的湯圓外皮 皮薄糯香有彈性 拌過豬油的芝麻餡 預熱融化成芝麻流沙 甜膩感巧妙的被微鹹的桂花湯 和發酵後帶點微酸的酒釀中和 尾韻藏留著一絲桂花的香氣 是內行人不能錯過的獨特滋味 而這碗湯圓裡 包的不只是用心 還有洪慈青對媽媽的一份孝心 真的那個時候我們也是真的缺人 其實我不太喜歡勉強小孩子 然後問他 我現在生病了 我缺人了 你要不要回來 然後他想一想 你給我多少錢 母女倆雲淡風輕的 笑說成年往事 要不要接下這間老店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曹愛晴的父親 曹國才是寧波人 曾在上海殖民餐廳工作 二十多歲跟著國民政府逃離來台 與太太周夏貞 在台北市中正區開設餐館 從民國四十二年開業至今 走過一甲子的歲月 不論是芝麻湯圓 湖州粽 寧波年糕等 樣樣講究手工 也是遠近馳名的鎮店之寶 我媽生六個 其實本來我是老六 我是已經要送人的了 可是我媽就結紮了嘛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小外婆就講啊 那你已經要結紮了啊 那這最後一個你幹嘛要送掉呢 那你還不如自己養 反正你已經多一個少一個沒差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又被留下來 或許這就是命中注定的安排 當年父母親的不忍心 把曹愛晴留在身邊 多年之後 當哥哥姐姐退休移民美國時 農得化不開的親情 也讓曹愛晴點頭答應接手老店 她就是掉的眼淚夾啊 就是說這個 也不是說不賺錢 不是說賺很多錢 可是養家活口是一定可以的